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湾复合式的灾难繁多 而包括了风灾 水灾 地震等等 都对生命财产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 尤其是花莲县未处于墙镇和墙台的区域 更是应该要做好事先预防的工作 来减低 同时避免任何灾害的发生 而花莲县政府11号就在民意国小举办了 112年花莲县所属学校 无预警防灾演练的活动 县长徐真卫是亲自到场 向学生来宣导防灾演练的重要性 也提醒学生将所学带回家和家人来分享 以因应未来灾害来袭的时候 要做好准备的工作 这次无预警防灾演练由县长徐真卫率队 抽选演练学校当场指定的演练情境 学校立即演练 学校当下快速发挥平时训练的智能 师生均先采就地避难掩护 确实把握趴下掩护稳住三个要领 所以在灾害应变组织 指挥统一下达书上指定之下 学生掌握不推不与不跑原则 快速到指定地点集结 并且有校方清点人数 对复合式灾害地震以及活灾等等 能够立即处置启动通报系统 驾行当地消防队以及救护车来救援 因为我们是欧亚板块和大陆板块 这个交接的地方 所以地质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花莲有很多地震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花莲的海岸线很长 所以每一次的台风 都是在太平洋 太平洋上面开始 深沉 那花莲的海岸线很长 所以台风很容易就袭击花莲 对不对 就侵袭花莲 所以这也是造成花莲 很多的我们无论是风灾 或者是现在的极端气候 常常一下雨 就好大好大的雨 对不对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台风 或者是强降雨 或者是不可预期的地震 常常是复合型的灾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 平常就要有很熟悉 而且要有准备 欢迎服务强调 面对任何的灾害 唯有平时建立好的防灾意识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保护效应 多一份防灾准备 少一份灾害发生 更要提醒乡亲 将防灾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才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记得终于黄色味道